大家好,我是财妈小庆 前段时间,央视财经频道一个栏目报道了这样的一幕 北京的一对夫妇想找一个月扫 他们跑了不少的家政公司 发现稍微有点惊艳的月扫每月都要1万块钱 而好一点的月扫至少要提前两个月预约 又贵又难找,成了目前保姆月扫行业的普遍现象 咱们今天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月扫的工资是多少 家政服务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初级月扫是8800元开始 中级月扫是11800元到15800元 而高级月扫是15800元到19800元 特级月扫是19800元到25800元 金牌月扫就是25800元以上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,月扫凭什么收入怎么高 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统计的数据显示 2018年,北京市居民服务类和其他服务类行业需求较高 需求量接近用工需求总量的三成 北京的服务业在整个GDP当中占比已经超过了82% 全国的数字是52% 所以就北京来说 对于服务业这种劳动力的需求是非常非常旺盛的 月扫收入这么高,我总结了一下主要有这么几点原因 一是刚需缺口大,现在生活节奏加快,很多年轻的父母带孩子的时间特别少 这个时候对于月扫的需求就特别强烈,为了自己的孩子没有哪个父母不舍得花钱的 当前年轻人工作繁忙,对育儿没有经验,却有专业上的高要求 有的年轻人又怕和老人一起带孩子有隔阂,这样的高需求也在催熟这个新市场 第二个是消费观念的转变,现在已经很少听到留守儿童这个词了 以前很多年轻父母在大城市打拼时都把自己的孩子丢在老家 给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养着,一年只能在过年的时候见到一次面 而现在人们宁愿多花一点钱请保姆,也要把孩子留在身边 第三个是高薪背后辛劳难知 月扫在高薪和客户认可的背后付出的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辛劳,甚至还有委屈 我们都知道这个宝宝睡觉都不安稳,基本上两个小时就得起来一次 给他换尿布什么的,一晚上起来四五次都很正常,也睡不了几个小时的枕觉